沈梦辰应该是第一个被部队赶出去的女明星 2016年在《真正男子汉》节目中 有次任务是安排孙杨黄子涛 佟丽娅和沈梦辰两两组队 背负几十金模型 穿越各种防线 最后用时最短的队伍则取得胜利 输了的一组会被淘汰一名成员 但在测评中最差的是佟丽娅 也就是说如果佟丽娅所在的队伍输了 那被淘汰的人就是她 模型有多重 孙杨感叹模型重到佟丽娅拖不起来 她们拖不住吗 佟丽娅拖不住 我根本抬不起来 要知道佟丽娅本来就又瘦又柔弱 黄子涛和孙杨相比 也没有对方高大 加上孙杨又是奥运冠军 每天都会接受高强度的训练 这几十斤模型的重量对孙杨来说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黄子涛和佟丽娅来说就有点困难了 因此在听到孙杨说拖不起来模型后 沈梦辰的圣母心泛滥 她祈求在比赛途中孙杨能够给佟丽娅放水 以免她被淘汰 但孙杨本着尊重对手的原则 加上自己有参加过国家比赛 她知道应该要全力以赴 因此拒绝了沈梦辰 就连教官也强调不能放水 但沈梦辰却不甘心 到正式比赛时 她没帮孙杨也就算了 还故意拖孙杨后腿 在孙杨向前冲刺时 沈梦辰为了佟丽娅能不被淘汰 她狠狠地在后面拖住孙杨 无论如何都不让她前进 看着沈梦辰的做法 别说孙杨感到愤怒了 就连观众都被气得看不下去 可沈梦辰根本不管孙杨有多累有多无奈 依然在后面拖住绳子 阻止孙杨前进 甚至还说 可沈梦辰却低谷了一个运动员 获胜的决心和渴望 孙杨没有受沈梦辰的影响 用尽全身力气往前冲 但沈梦辰依旧不依不饶 被气得不行的孙杨也爆发了 上手就把道具扯坏了 直到沈梦辰看到孙杨筋疲力尽 没能力再获胜时 她才松开绳子 毫无疑问孙杨输掉了比赛 一米八的她跑到一旁流下了眼泪 佟丽娅和黄子涛虽然赢得了比赛 但也有些难堪 毕竟是圣之步 但要知道的是 作为真实的模拟战场上 均匀感情用事是大忌 如果真的到了战场 敌方是自己的朋友 还能这样一期用事吗 因此沈梦辰遭到很多网友的吐槽 然而在沈梦辰身上的争议点 不止这个 沈梦辰什么时候 才能等到杜海涛为他准备的婚礼 虽然两人好不容易领了结婚证 沈梦辰也终于把杜海涛 妻子这个标签贴在身上 但沈梦辰直到如今 都没能等到心心念念的婚礼 就连当初两人领结婚证 也是被日日夜夜催出来的 可到了办婚礼这一步 海涛又开始磨蹭起来 面对海涛的态度 从四年前就开始满怀 期待筹备婚礼的沈梦辰 到如今如有没有婚礼 无所谓的态度 沈梦辰用无奈又失落的语气 说出这段话 不免让人猜想 他是有多失望 才能说出不想要婚礼了 其实沈梦辰之所以失望 都是有原因的 单从外观看来 其貌不扬的杜海涛或许配不上沈梦辰 但实际上 在爱情中沈梦辰一直是卑微的一方 只要是两人吵架 即便有三个月不说话 先主动求和好的一定是沈梦辰 然后多久没有联系 有过三个月对不对 扬了吧你过 三个月哦 至冷漠 至冷漠 打了电话 听说我有事 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挂 不仅如此 明明两人恋爱已经好几年 但对海涛却对结婚这件事一直磨磨叽叽 找工作繁忙的各种理由 现在选地方 还要选那个婚庆的一个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时间和他的时间 每次对起来 就是一点点进度 每次对起来一点点进度 你有我跟杰哥忙吗 但沈梦辰却不止一次表示过 他非常想要结婚 想要一个梦幻的婚礼 我也想早点办婚礼 你说哪个女孩不想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呢 对不对 你说杜海涛不善于表达 可他对吴欣的态度却又像换了一个人 他曾经借着节目之变 向吴欣公开表白过三次 他是把我当朋友弟弟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对他的感觉不小 我觉得我的快乐很简单 欣姐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因为我是真的 真的很喜欢欣姐 很爱欣姐 因为他给了我太多东西 教会我太多东西 甚至在被问到支持吴欣还是沈梦辰时 杜海涛也选择了吴欣 到底沈梦辰和吴欣 你要pick谁呢 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个问题 当然是pick吴欣啊 正是因为对方不够重视自己 也不够爱自己 所以沈梦辰连婚礼都不敢奢求 对现在的他来说 与其自己陷入没有热情的爱情中 倒不如好好地搞自己的事业 事实证明沈梦辰最终也成为了大富婆 住两一豪宅请四个保姆 像这样的豪宅还不止一套 沈梦辰的生活究竟有多好 沈梦辰的这套豪宅位于上海蛇山庄园 总占地面积高达上千平方米 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因此价格要了两个亿 由于豪宅太大 周围的房源两公里都属于他家 而屋内的独栋别墅足足有三层高 除此之外 豪宅内部的装修风格也极其奢华 沈梦辰采用了中式风格 看起来既高贵又大气 就连娱乐设施也应有尽有 单单是一个瑜伽式的面积 就能容下40个人开狂欢派对 从外面看是复古式的设计 像极了公主的城堡 豪宅的院子里面 还有一眼望不尽的大草坪 以及豪华的四人游泳池 可以说沈梦辰足不出户 就能体会到外出游玩的快乐 有人说房子面积大了 打扫起来不费劲吗 这个倒不用担心 因为沈梦辰直接花钱 请了四个保姆来打扫卫生 值得一提的是 像这样的豪宅 沈梦辰有的还不止这一套 既然豪宅有了豪车 自然必不可少 在七夕情人节时 杜海涛曾送给沈梦辰 一辆上百万的奔驰大剧 不仅如此 杜海涛还送过一辆 四百万的法拉利 果然谈恋爱总会用点超能力 既然都这么有钱了 出门打扮更不会差 作为女生 沈梦辰和其他人都一样 也是包包的忠实爱好者 尤其是爱马仕的骨灰级粉丝 八万的绿色进口薄金包 十四万的灰色金扣薄金包等等 同一款包不同颜色 沈梦辰有了个变 要说他心头的第二大爱 那肯定是名媛必备的香奈儿 他经常背的包 就是香奈儿红色双肩包 价格高达两万多 不仅如此 就连Gucci高奢牌子的包 沈梦辰也有 他的包简直都要 比杨幂的都要多了 算下来沈梦辰所有包夹起来 能买到的豪宅绝不止一套 原来有钱人的生活 竟然是这样的 让大众又刷新了 对有钱的认知